2017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 北港溪温泉嘉年华 即将在11日于国庆乡泰雅度假村热闹登场 由于北港溪温泉旅游轴线 旅游资源丰富 也希望今年的温泉季系列活动 能够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在18度C的山泉 把你一生的疲惫都洗净之后 马上跳到38度C的温泉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享受 那喜欢独自一个人安静的 我们可以在北港C 特别是在泰雅这边 看到这么优美的一个环境 那今年的天气特别的配合 那山上的黄红都开始来变业 那景色非常的优美 那也有很多的伴手礼 可以等着大家一起来带回去 跟你的好朋友来分享 这次的温泉季活动 除了结合国庆乡咖啡 以及地方农特产即销之外 也举办泼水解的活动 北港溪温泉学会理事长李浩伟 也邀请大家11月11日 来国庆乡玩泼水泡温泉 那我们这一次南投北港溪温泉 嘉年华的活动 在11月11号以及12号 在南投的泰雅度假村 来盛大的举办 那我们当天活动 特别开放全国民众 11点以前都可以入园 来参加我们的温泉季 以及泡汤 还有参加我们的泼水节活动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邀请到仁爱以及国姓 还有埔里地区的有特色的摊贩 到我们现场来展售 所以来到我们现场 除了可以欣赏到歌舞表演 还有可以来逛我们的市集 最重要的是可以带你的水枪 水桶以及水瓢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泼水节的开战仪式 一起来开战 邀请你的朋友 我们年轻人要站出来 要来泰雅度假村开战啦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 这个月在南投各地温泉区陆续登场 先议员邱美玲也邀请乡亲 有时间也来南投泡汤 来一趟悠闲之旅 我们南投县的温泉季 陆续在各个点已经开始了 那从前几天的鲤鱼潭开幕之后 那今天又在位于我们北港村的 泰雅度假村这边做开幕的仪式 那冬天是最适合泡温泉的地方 我们国庆也有温泉的民宿及游乐区 那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在于这个冷冷的冬天 可以到我们南投各个温泉区来泡温泉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县府观光处 以及北港西温泉学会的用心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内容相当丰富 也邀请全国的乡亲来南投泡汤 享受南投美食来一趟乐活之旅 记者陈维一国庆采访报道